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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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两岸的和平 两岸的经贸交流做一些努力 对不对 所以他去 当然他的目的想要做好 如果要做坏 就刚才讲 要做坏 他随便只要骂骂习近平 在台湾骂骂习近平 骂骂什么 骂骂大陆的政策 很快就坏了 对不对 一天就坏了 还不需要到那边去变坏嘛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看 他想要做好 大概要做哪些事情 我想 大陆所推动的亚投行 我们没有办法做原始的会员国 亚投行所带动的很多的投资 像什么一线一路 这个等等 我想对台湾的我们的企业家们 或者上市上位公司日后 他的发展都是影响 都是非常的重大 如同刚才曾主委所说的 很多工作层级的事情 举例像我们的银行 证券 保险等等 到大陆去的发展 也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去做一些洽谈 对不对 我想财政部 是什么我关心的 这个什么相关赎罪协议等等 我想都是一些好事了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正面的肯定 我想股市的股市啊 是我们要看Future 看未来 我想也是对这个事情的肯定 也就是说股民相信 中国国民党执政会带给两岸的繁荣 不会带给两岸的兵荣相见 三位首长同不同意我这样的看法 同意 同意 好 我想我们对这个事情呢 我所了解各个部会首长们 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昨天晚上之前 但是总统确实这样做了 即使要去签什么约 他已经讲过绝不签约 签约也要回到立法院嘛 签任何的协定再回到立法院 我相信是不会的 我相信是不会的 所以当三位首长回到你们的部会 跟你们的同仁们 大家一定要朝正面的肯定 帮台湾找活路 帮台湾的经济拓展我们的市场 大陆不是我们的全部 可是他毕竟是我们最大的经贸的伙伴 是不是这样子 是 好 我们经济部市长请回 好 这个三位都请回好了 对不对 张部长我又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那个曾主委 是 刚才今天大家有提到 就是你们的要做归费 是 我相信财政部也不是去管 他们的故宫的业务也不给你们管 对不对 文化部的业务也不给你们管 不是 这个我建议啊 有的部会可能会陷害你 对不对 财政部说不可以打指账 我建议有再有这个文啊 再有这个签的时候啊 有各个部会自 我们告诉你法律是怎么样 但是你要做正合的权益之变 请你自行决定 不要来问你们了 是 像学生 像小朋友 像老人家 我是觉得 一定要鼓励他们去嘛 举例历史博物馆 让小朋友 让年轻人 有的时候你不要钱他都未必要去啊 是 何况你要收到权 我是觉得像很多的地方 像我们的故宫 当然是要给他们优惠 让他们去了解一下中华文化嘛 是 对不对 对日后对日后对国家都是好事 好不好 是 不然以后小心弄小小的陷阱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主席是不是帮我请一下沈记长 好我们现在请沈记长 沈记长 沈记长 谢谢啊 我想刚才我忘了告诉 跟我们几位首长讲 利用这个机会讲 那个像时代力量他们等等啊 如果说会迫害两岸关系 他们会来抗议吗 他们不会来抗议的 他们巴不得希望破坏两岸关系 他就觉得两岸关系 会因此加分 对他们选行有影响 他们才跑来 这一举之师啊 这个沈长 我今天有一个提案啊 是针对沈记法第41条 上个会期啊 因为没有来得及 在你们也修改沈记法相关的条文的时候 我也给你讲过这个事啊 这个事其实我在上一任 在武敦玉先生当 当这个可能还要之前啊 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我就推动啊 这个内控声明书 我希望啊 大家不要只在意 只完全着重在预算 决算啊 要怎么去做 那更重要 所以很多的部会首长 在举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审查预算都会来 在审查决算啊 就推三组四的说 有事有事 请那个政事啊 或副首长来 有借于此啊 我想我们当经费去拨几了以后 去审核定案以后 希望它在执行要提高它的效率跟效果 对吧 因此我所推动的这个内控声明书啊 也就着眼点在这里 这个 当然这些 这个内控声明书是 在行政系统里面在做的 那你们在审计啊 当然你们会 每年的决算也都会提出来 我想也 我推的内控声明书 希望行政系统 你不要只在 着重在预算的取得 在预算的执行 那更加的重要啊 现在目前啊 我跟六六金会跟大家报告啊 我们分两阶段都已经完 都已经在进行完成了 第一阶段我找了法务部 法务部的矫正署 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 还有国立公公博物院移民署 主计总署 我有好几场的研讨会 我全程都参加 那好几位首长都觉得 哎 从这个里面 他们还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让他们有改善的一些规划 改善的空间 我们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事半 也正在进行中啊 这个马上要进第三阶段 包括法务部 矫正署 高等法院检察署 故宫 刚才讲的移民署 主计总署 加上外交部的领务事务局 外交部的国际事务院 客委会 教育部的体育署 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 法务部的矫正署 桃园监狱 法务部的矫正署 高雄监狱 法务部的行政执行处 还有连政署 我想 我跟他们之间的探讨 大家都觉得 让他们学习到很多 而且也发现了 在业务的流程的检讨论 也让他们节省了很多的流程的时间 跟作业的 就所谓作业的时间 我想我所修正的是 其实说实在是帮你们的忙了 帮你们的忙 我修改神迹法第41条 41条这里面的文字 你们昨天有抚慰的人 跟我们办公室在讨论 有几个字 一两个字要做调整 或者是 你们举例 我们是用的评估 你们是用的评和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意识到就好 不知道您对神迹法第41条 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 首先第一个要感谢委员 这几年对行政院 在整个推动内部控制的进程中 给了很多加持的力量 那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趋势 在先进国家 他们早就由各部会所长 那么在这个结算书的时候 都要互证这个内控声明书 那么行政院现在 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三阶段 那在第三阶段 有118个这个机关 来签署内控声明书 事实上是要包括 另外还要包括審计部 还有我们有六个这个单位 预算的这个机关 总共要加了这个七个单位 所以在第三阶段 那么有125个这个机关来签署 那这个方向 那对这个各机关重视内控 那么从内控的族行过程 像委员刚刚提示 就是说 他可以发现很多可以 来简化程序 来提高效率的一些作业 所以这个事实上 我们非常感谢 那也谢谢委员 在提案这个修正 这个41条的修正案 那这个案子 对我们在族行上 能够更加明切 因为内控包括有建议 还有族行 所以在这个损计 艺务的一个税行 那么还是更加能够来 落实 我想最后再讲一小段话 我想我花了那么多的力气 在总职群在这边所推动的 行政部门的内控声明书 那个没有美光灯的 也不会有太多的掌声 可是平常讲 我推动这个事情 对国家日后经费的节省 会起了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 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不见得一定要有掌声 我们才去做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